紅線禁止停車 但這裡怎麼一整排停了滿滿的機車 仔細一看 同一側竟然有兩種顏色的線 化設紅線按照規定禁止任何車輛停放 但外側卻花了白線 機車停在這裡到底算不算違規 民眾看得不灑灑 像這樣紅線和白線並存的地方 其實只要機車停在白線以內就不算是違規 不過只要車身一超出紅線占用到馬路 就會變成違庭 這種特殊規定就出現在台北市市林捷運站商圈 旁邊小巷子兩側都是民宅 有住戶把機車停在自家門口 常常被人檢舉 附近停車格又一位難求 只好向里長反映 希望能多化設車位 我們一停車就有人擠爆 然後就來開滑單 甚至一天開六處 所以就是里民 就是一直跟里長說請他幫忙 但也有人質疑這樣的規劃 反而造成交通混亂甚至會引發爭議 北市交通局回應 接獲居民反映後經過評估 確認開放機車腳踏車停放之後 能保持至少3.5公尺路寬 不影響消防安全和車輛通勤的情況下 才決意劃設白線 目前暫時沒有擴大實施的規劃 如果民眾有需求也能申請 由交通局會刊以個案來處理 鬧區車位難找延伸出的特殊現象 引發討論 TVBS宣傳聯名國瑜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